中锋米兰对阵东道主印尼 赛后姑娘们聚在一起合影留念 这场比赛姑娘们又创造记录了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第四节之前 姚明在场边也是非常的悠闲 在一看场上比分 难怪姚明是在玩手机了 咱们已经领先了91分了 确实不可思议 打完三节咱们得分破百 然后领先了对手91分 这边王莉莉中头没有 王莉莉抢断上篮得分 这场比赛是亚加达亚运会 女篮项目的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队遇到了东道主印尼 然后对方也是上篮 拿压两分 杨立维 给黄思健 韩旭 给低脚李梦 三分不中 杨立维 给到篮下含蓄 上篮得分 第四节印尼队的得分效率也上来了 前三节一共得了18分 也就一节6分的水平 这一节打了两分多中 已经得了4分了 杨立维的一个封盖 给韩旭转身上篮 2加1 韩旭打篮下太轻松了 韩旭的加法没有问题 轻松发进 这球是给了后掌球 黄雪萌 中头有了 第四节咱们现在场上阵容 中锋是石王韩旭 大前锋 11号黄思敬 小前锋 10号王雪萌 后卫是6号王莉莉 3号杨立维 最后3秒 哇 已经这边打了3分钟 把前三节的这任务完成了 已经得6分了 这边还去上反篮打进 面对杨立维的防守 转出来 直接投 3分没有 对方转身 中头还是不进 杨立维 给到王思 给到这个王雪萌 上篮再做犯规 两防 第一防 第一防 两防 对 黄莉莉的一个断球 给到杨立维 黄雪萌 转移韩旭 外线杨立维 3分投进 漂亮 杨立维这个3分钟 也帮助中国队 加领先 又是扩扰到了100分以上 好 这边 伊尼队3分 居然是投进了 这一节了不得 现场有很多 伊尼队的球迷 虽然 主队很菜 但是 支持者还挺多的 伊尼这边 只要有进球 现场就立刻 会爆发出 这个雷鸣般的掌声 和欢呼声 王力的断球 给杨立维 再分王力力 好球 快攻打进 进这边 突破 吹了王雪萌的犯规 给了对方两罚 第一罚伐进 两罚全中 王思宇 给了李悦 这边王思宇切进来 做犯规 王思宇两罚 第一罚 有了 有了 两罚全中 王思宇的罚篮 确实是稳 虽然领先100分 但是中国对防的确实 还是很认真的 两个人的报价 这球 转移到酷位 三分 投进 第四节对方出了机会 还真能进 看看下场球迷的反应 太开心了 还是给了一个打主犯规 孙宝然两罚 没有给投篮犯规 底角王莉莉 没有投 再给内线 李悦鲁轻松得分 这家李悦鲁有些不满 对方中锋 个子比较矮 这场比赛 有很多这种犯规的小动作 王雪萌 快攻 上篮 再拿两分 这边 王莉莉换防过来之后 抢球 吹了一个防守犯规 孙宇的贴防 给刀篮下 强大李悦鲁 没有机会 给出来 王雪萌 篮板球 给王思宇 王思健 也是吹了防守犯规 这下印尼队的 犯规数 已经到了 黄思健 指引两罚 第一罚不中 第二罚 有了 黄思健 即时的斜封 王雪萌 的抢断 这球直接挣了个啥 黄思健 拿到这个球 黄莉莉 再给李悦鲁 再来 还是打入犯规 李悦鲁两罚 第一罚不中 第二罚 罚进 篮板球 哇 这个三分球 还是扔进 第四节 这节上来的时候 对方得分18分 第四节 单节就得了17分 这节开挂了 一节得分 顶前面三节 也许还能超过前面三节 这球 王思宇的一个封盖 孤防全能的王思宇 篮家黄思健 上篮再取两分 又是王思宇 连着两个盖帽 对方可能没想到 我们球队的后卫 也是这么能盖帽 这个球被断了 打散机 上篮又拿了两分 果然第四节单节的分数已经超过前三节的总和了 王思宇 给到王雪萌 王思健 给李月如 靠前 接近压哨了 最终141比37 总得104分的优势 大胜印尼 又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 大胜印尼